有留意到上次開Live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我和Yan又離開香港 去了另一個城市拍片 而這次去的城市就是做烤鴨最出名的地方 首都北京 這次的旅程是由Xpedia贊助機票和酒店的費用 提提大家這個Xpedia有add-on家訂優惠 無論是經他們訂了機票或者套票 在出發之前都可以以特別優惠價加訂酒店 加訂優惠的次數、地點和房間數量不限 就算一個trip入面算幾間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優惠 作為北京PIN的第一集 先來介紹一間我最熟悉的餐廳海底撈 你可能就會說又是海底撈 香港也有分店 不用特意去北京吃 你就坐 當然這間分店真的和大家平時去開的非常不同 它是海底撈手間智慧餐廳 一進來近門口的等位區 你已經發現這裡是很特別 除了這位排到好像戲院一樣 最特別的是在牆上有一個大螢幕 顯示著一些遊戲畫面 你甚至可以加入遊戲和其他等位的人一起玩 只要下載海底撈的APP 再scan旁邊的QR Code 就可以玩一份 不過可能是由於遊戲比較簡單 用手機當搖控器操控度又不是很好 所以現場所見其實就不是很多人玩 游等位區走進一點 首先看到的是這塊大玻璃後面的透明廚房 作為智慧餐廳 不少的當然是運用很多機械人來取代人手 這裡你可以看到很多好像科幻片裡面的機械手臂 在這裡幫忙收拾餐 把火鍋配料油架上面放進輸送帶上面的托盤 除了由機械人收拾餐之外 當然還有送餐 收拾好的托盤就會由這種機械人負責送到每一台的旁邊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你的食物已經到了 不過作為海底撈你是不用自己拿的 會由負責你那台的staff幫你拿上桌 另外這隻機械人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強行站在他前面的話 他是會叫你不要擋住他的腦 親 能麻煩讓一下嗎 我要過去喔 麻煩讓一下咯 人家急著趕落了 麻煩讓一下咯 人家急著趕落了 說完機械人之後 接下來就講講這裡的裝修 有別於其他新的海底撈分店 裝修都是比較明亮光線 這裡是用上暗黑色調 而且並不是用海底撈慣用的紅色來做主色 反而是用了藍色 就連圍裙上面的logo都變成藍色底 這間分店之所以會比較暗 加上它其實是一間全色光影的餐廳 所以進來之後你會見到四面牆壁和天花板 都好像我之前介紹過的teamlap餐廳 或者時光女哈巴一樣 投影了一些會不斷轉換的場景 雖然它不會像teamlap餐廳一樣 會隨著上菜的菜式變換場景 但每一個場景都是為餐廳環境度身訂造 亦都配搭上上映的音樂 加上一些動畫的resolution夠高 感覺上就沒有時光女那麼重山寨味 而且更重要的是 雖然這間分店搞了那麼多花神 又機械人又全色投影感 但大家就不要以為這間分店肯定會貴很多 其實它在大眾點瓶上面的人均消費都只不過是140多元 只是比正常分店的價錢貴一點 另外去吃海底撈最重要的當然要去參觀它的廁所 這裡的廁所同樣都是禁止冷 除了馬桶是用了日式智能馬桶 每個都會自動打開 還有可以充滿臀部之外 在實修盤塊打鏡上面還有當日的天氣資訊 雖實我就覺得這些資訊好像沒什麼用 這間海底撈自衛餐廳的特別之處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老實說大部分都是一些Gimmick的 而且很多在其他主打科技的餐廳都可以找得到 感覺上這間分店只是集國家之大城 那值不值得過來看看呢? 如果你的北京之旅時間上是比較充裕的話 都可以考慮過來吃一頓 不過其實我們在今次的北京之旅裡面 實在吃了太多好東西了 相信大家提完我們之後的介紹 就會發現時間很緊抽 所以我會建議你留肚子去吃其他地道的北京食物就更加好 但是海底撈也有一個比較可趣之處 就是它是北京小友去到凌晨的餐廳 晚上如果覺得餓的話 過來吃個宵夜都未常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間分店其實位於一個叫中進世界城的商場裡面 而在它旁邊就是北京一個比較出名的商場 世貿天街 這個商場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個巨型的LED天幕 不過我們來那天 早安是地球一小時活動那一天 播些東西就比較普通了 另外過來這間分店 最近的地鐵站會是東大橋站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可以考慮由金台直銷站出來 當然這裡就是CCTV總部 即是好出名的大富差的所在地 可以順便欣賞這棟這麼奇特的建築 而再遠一點的國貿站 除了是北京的核心商業區 更加有一個在北京來說比較大的商場 北京國貿商城 亦都可以考慮過來走一走 好啦 今集集來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我們今次的北京之旅 去了哪些好玩好食的地方 就要密切留意之後出的北京篇的片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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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